出 tribal community 不如主要是在街上的 正在走路的人 我只是用相機不經意來拍 因為香港那麼多人 隨便拍也應該有很多人 五天回來後才在電腦上選擇一些可以畫到的人 所以其實不認識她的 拍攝時也沒有特別留意 回來才好像研究一下畫面 看看哪些人是OK的 拿出來畫 所以後來才認識這些人 因為畫的時候比較專心 所以大部份的人好像都記得了一點 我都說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態 因為你不經意拍到她 你又不經意拿到她出來畫 其實有時候我剪一下也是剪回這些人 我是Stella 有鄧瑩芝 都創造很多年了 同時也做教育老師 還有其他藝術有關的工作 比如策展、寫作等等 我有一時覺得有沒有人自己認回自己呢 如果認到自己 世上的緣份就很好 她自己對自己的緣份 因為她自己找到自己出來 但因為畫的方法用匯畫 和在數碼上的投射畫 其實就不像我們平時畫畫 用外線 變成一個人的元素會很清楚 街上的人 是因為她不經意地走路 不是因為有人拍她的走路 所以其實就 都真的挺真實的 她沒有造作的 她拍照 不用看著鏡頭 其實都是針對於有些什麼 是值得做的 或者自己可以做到的 最早期的讀書的時候 就選擇了平面 或者有些人叫做配畫 那樣 就針對配畫的問題去做 還有是講語言的溝通 因為西方歷史都很講藝術的語言 我覺得這個也很有趣 做了一段時間 接著有一段時間 又做了一些布匹的人 斜意的說東西文化 近期就做回畫 這個又針對回應少少中國藝術 但我不是做中國藝術 其實都是做了一批實驗 就是用電腦和投射器去抄畫 關於香港的景物 跟著之後就做了 也玩了很多實驗性的東西 我想有機會有人知道 是一些人物的造型 那些 跟著現在就加多一些空境 主要就是再用多一些想像的情況 去講回我們居住 我們現在現存的 香港的一些風景 比較不合理一些 做實驗的時候 比較用香港的景色來畫 更加道地一點的東西 於是就做了這一批 真的拍了香港 畫香港的人 基於想第一實驗 實驗一個所謂滾畫的狀態 第二就是 講回香港一點 所以譬如香港 我永遠想去抄照 其實它是一個臨墓 但它原本本 是把這些人或者這些景 畫出來 不是由我的腦去再把演繹出來 我是抄照的 不是我抄的時候 只是抄照 只是抄照 其實只是要觀察香港的情況 當然我當然要玩一些東西 在後面 搞一些ERROR 令到它 不太像畫風景 像照片一樣 有些不同一張照片的做法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幻象 其實這個 其實在說的是一個 好像一個幻象 很真實 但其實是一個幻象 你會再畫它 因為 你新的一定要有些 當然舊的 它代表某個時代 當然也希望那個收藏 是儲得它 因為你自己真的儲不到很多東西 收藏的意義在這裏 有些人是 如果收藏著乾 或者很多天之後 它就可以拿出來成為文化遺產 我覺得這個是有意義 是收藏裡面最有意義的東西 然後你又畫了一些東西 你記住 好像這隻 也好 算了 沒有位置就剪爛 我都剪了很多 這個是人生 藝術的人生 不需要太遺憾 寧願鼓勵多些人去收藏 是不是這樣 請問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